朱立伦在今天发表了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声明 这份声明是以找回创党精神和人民站在一起为主题 他表示11月29号是国民党空前溃败 人民用选票发出怒吼 证明我们的路线和施政都应该痛定思痛彻底检讨 他说责无旁贷 应该负起所有败选的责任 无权只指责别人忘记自我检讨 在市政上面应该要更贴近民意 用同理心解决民众的困难 更用心努力去争取更多市民的认同 并且表示未来四年他会坐满新北市长 不会参选角逐2016年的总统选举